行政院长林全上任将近三个月来首度亲自主持行政院记者会 公布106年度的总预算案 林全表示106年度的岁入和岁出都有增加 大方向是要扩充公共建设预算提振内需 一共约增加了73亿元 林全解释由于扩大支出提振经济的宽松政策 需要长期的规划及政策配套进行 106年度预算编列仍朝向减少国家赤字的紧缩政策 林全也特别提到配合施政方向和回应选前承诺 行政院特别编列包括公共住宅长照和实案预算 青年教育经费也大幅增加 另外也增列了科技预算 渴望推动国内产业升级 全案预计8月底前送交立法院审议 那这些重要证件的实现呢 第一个就是五大创新产业的部分 我们一共增加了325亿 另外就是体育政策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今年编整个有关体育政策的预算经费 是121亿 是增加了14亿 新疆这些编列的主要是11.4亿了 11亿4千万 那么我们整个预算是14亿6千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